TOOZ IS A BALL SHIEN ONLY ONE HIPPOP MUSIC STATION AXIS CITY 今天要到现场来自于云南的点声器 耶 大家好 我们是点声器 爹爹宁的闪器 哪不是呢 有这里是Double Dirty 我是DLC DROP 我是大费大灰 然后呢我们在前两天的party上面感受一下西安的排队氛围啊 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西安的姑娘跳舞挺好的 脏脏呢 就西安帅哥 可以 DROP要负责把两人搂住是吧 别一会儿就喝话走回来 就是在2019年的很难见到这样做崩伴团队了 还坚持那种original原汁原味的味道 是怎么样进到这个状态里边 其实我们住那儿就是工厂 感觉就可能和这个音乐调性很搭吧 哪一年开始 要是说团队成立的话是16年3月份 16年3月份 到现在两三年了吧 三年了 整三年时间了 然后也看上吴库这张专辑也上线了 多听了你们 这张专辑攒了多长时间 三年左右 我们才成立 然后就刚出了一张MixTay MixTay出完后就计划做一张专辑 然后这张专辑就做不了 我反正第一次看MV说 我这歌可以 我当时我说这歌 旁边一个站 你是九几 我97 97 他79 77 团队里边感觉最老的应该 看面相看就是你了 我97 97年啊 你们应该好好看一下 97年已经成真了 胜比较亏知道吗 胜比较亏 太难得了 你是九几 我95 95 2997的 云南当地做到这个团队的时候 当地的各位反响怎么样 本地他们说 就感觉从来没听过 就用方言唱 应该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一开始我听大匹说的时候 脏脏一开始还不来 还又被拽回来 原来他那个干嘛 他的生活状态很不稳定 当时之前是主夜市 主夜市这儿不能说的 他就是当时他生活比较 比较混乱嘛 他每天都是 出红狗友固定堆那种 后悔了没 没有 没有 这挺多钱的 之前是不是有没有说 走到另外一个风格上去 你们之前团队里边 没有 没有 一直在绷板扎着 想做一些舒服的 舒服的 激放 激放 但是我们不会跳 刚起步19年 这是第一张专辑出来了 那出了一张专辑是不是要做巡演 有过这个想法 有过这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还是把这个线上的让它发酵段时间 对 没底气 你说你这样就发一张之后你就开始巡演 我真的觉得没有底气 一开始知道你做黑帕吗 朋友一开始知道 一开始知道 不看好 不看好 没有 没有没有 先说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就那个节目播出 播出之前 对一个分界点 播出之前 他觉得你弄这个 身边朋友 然后这个节目播了之后 你老突然又是又是朋友 是好 对 有些人很乐 就是播之前 就是他认识那么多说唱歌手 之前 他觉得你就 就忽畅一眼 就是流氓 然后播了以后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你是拍客 突然发现有天拍客为我们微博点赞 管我们东西 然后新秀在节目上吓得出 他就会来私信 哇真是新秀 我不认识 不认识 大家看得起 提问一下我 对 不是之前受的冷眼挺多的 男孩还行 因为男孩那脏脏嘴女孩的话 肯定遇到的头疼是更多 对像Battle这支 真的是特别多 因为我最开始认识他们 之前我是第一支Battle BattleMC 那只要一拿冠军别人就说他会裁判 对我一拿冠军就会裁判 我17年18年基本上都是那种 很低迷 我15年开始唱Battle 14年15年就是一直都是那种 就是第二名第四名就因为你是女孩 然后就不让他拿冠军 就刻意的开始避免这个弊下 对就他们就觉得女人不应该去拿一个这个冠军 这个就是 他们有这种感觉 后面就真的去 可能17年18年开始就一直都是冠军 就别人已经开始认可我 就很多年很多比赛 无扣张专辑里边你们觉得最能代表是哪一首 就个人取的利益吧 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一样 没有统一的说这张是我们的主打 对 你觉得哪一首最好 我喜欢0871 雖然说没有我的文字 但是这首歌就 他真的听起来的那种感觉 不管你在哪里听 你一听到这首歌 你会觉得是昆明的 真的 昆明的 你会想起一些风景 你呢 你感觉 就是 像专辑 你要做 你要咋说 就其实也像他说的一样 就这种昆明的感觉 昆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听专辑就知道了 这个就可以了 他是一个那种 他其实就我自己我见到就我们旁边有个特别大湖 超大那五百里的 编持对 编持五百里的 然后然后旁边就城市 那城市围一个湖建 可能就一半左右 然后你在这看他想外赛 然后你在我家那块 那块那个工跑特别多在讲 就这样一样 有很多城市都会产生断代 你想 新安旧局里的 比如说中间一波人上来 中间这波保持原职员认 就几乎就散掉了 可能现在还做这种 你们是怎么留到这个 其实云南的底蕴非常深厚 云南的骄傲有很多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云南的骄傲像庞仁梯 这个绝对云南骄傲 这一天就很有年代掌 李俊居 李俊居 KD 然后还有那个PD 对 MCV到司徒俊文神经病公园 这些人全部都是云南old school的代表 对 就我们一脉相承的昆明人的说唱 云南人的说唱 他是有old school基因的 只是我们没有像北方那么不明 把像北京说唱一样 把old school作为一个标签 但是我们绝对是有这个底部 可能前辈的底子打得很好 那今天应该就是这个节目里边给采访证明一下 云南这块是old school blood这边延续的精神 对就延续下来 但是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为什么接着做 就是我们到13年之后 我们这个这一派已经断了 断了之后他跳到另外一派 对 就情歌 然后这种style 骄子鬼没讲 他腰的慢 他就出现断层 就很多人不用方言说唱 哦对这是你们标签之一 对对对 云南话其实还真的是那几段 我说出来是我的确没听懂 这是当时做那个Cypher的时候 是你那段我怎么想起来 随便想起来 其实这个是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 最开始有一个那个 别low的 啊 是经过了大家的标注啊 到后面就说 我觉得你他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写 所以写出来的比较不欣 我在家比较脱鞋 那时候我家里还住两人 啊 然后他们来经常跟我在一起 去跟他们说 我才写完我去他们听着 可以 然后我就去他说 哎你那个新照要不要 就这样 还是坚持 真的不穿就 真的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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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肯定不知道 不这个我们不知道 感谢我们的颠生气 我们三位来到今天的西安现场 就是颠生气 今天点击的山气 TWG男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a